现如今,很多男人他们自以为家中有几个破钱就可以摆平所有的事情,总是不把别人放在眼中,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让更多的人离他而去,并且像这种男人注定他的一辈子都不会有女人对他投怀胜抱,因为每个女人根本就不看重他的钱,而是看重对方自己的心意,以下这几种男人注定没有人去爱他。 一,不孝顺,像这种不孝顺的男人,他简直连个畜生都不如,因为他连最基本的知恩图报都不懂,所以当你真正和他走在一起的时候,他也不可能真心去对你,因为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上心,甚至每到他父母过生日或者特殊节日的时候,他都会缺席,总是不把父母当回事,像这样的男人太自以为是, 总是以自己为中心,并且非常的自私霸道,在他心里觉得,全世界的人都要听从他的安排,这样才能够突出他大男子主义,所以像这种男人注定没有人去爱他,同时他的父母也会对他失望透顶。 二,喜欢搞破坏,像这种喜欢搞破坏的男人,他们的手脚非常的不干净,每次当他们外出的时候,看见新鲜的事物都会忍不住去破坏,并且每到农民伯伯说庄稼的时候,他们就像一个破坏主义分子,把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的东西全部都给戳破。 像这样的男人,他们的心里有一定的问题,同时他的亲生父母都不会对他抱有任何希望,所以也就意味着他的一辈子都将活得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,也没有人愿意去和他这种人交朋友,所以女人遇到了这种类型的男人,切记要离他越远越好,否则沾上了他,那么你就会遭到很多的霉运。 3.花心大萝卜 现如今,很多男人,他们总是吃着碗里的,看着锅里的,总希望家里红旗不倒,外面采旗飘飘,在他们心中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天衣无缝,不会让别人知道,可是他根本就不明白一个道理,只终究是抱不住火的。 所以像这种花心大萝卜的男人,每次当女人得到他的证据时,他就会立马跪在女人面前,请求女人的原谅。 即使这次女人给了他一次机会,下一次他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,因为像这种男人,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,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,所以次数多了,即使一个在爱他的女人也会离他而去。 同时也注定着他的后半辈子再也不会有一个真心爱他的人出现,像这种男人他简直就是自作自受,活该有这种报应。 四,太过于高傲,像这种太过于高傲的男人,注定他的一辈子都将活在社会的最低层,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去和别人进行友好的相处,总是戴着一双有色眼睛,看待不同的人和事情, 似乎在他眼中觉得没有人能够比他过得好。 其实他却不知道自己现在看上去就如同一个乞丐,在向别人祈求施舍,总是在犯了错误之后还不懂得及时悔改。 久而久之,他也不会得到任何人的爱戴,因为每个人都不希望和这种男人有染。 所以像这种男人,如果他想今后得到一份真实的感情,那么就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全部都给改正。 以上这几种男人注定他的一辈子都不会有人去爱他,因为他根本也没有一定的素质, 同时也不会拥有一个坦诚的心去和别人友好相处。 所以小兵再次也想劝告那些男人或者是女人们,在步入社会的那一刻,就注定着你已经长大了。 所以千万不要再抱着一颗幼稚的心去和别人接触,否则只会影响你的一生。